你计划中的人生是这样的,你真实的人生是这样的,那明明计划就赶不上变化,为什么我们还要来制定个人成长计划呢? 我今天就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 哈喽,你好,欢迎来到YUNI的花园,我在这里和你分享简单生活与个人成长。 今天的视频呢,我们就要来回答,为什么你需要制定个人成长计划? 人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,今天都无法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,那有可能呢,明天是意外的惊喜,也很有可能呢,是一个惊吓,那我们为什么要制定计划呢? 正因为呢,人生有这么多的不可预料,无法掌控,无法预知,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制定一个计划,因为有了计划呢,你就有了方向。 有清晰的意图,知道自己要什么,不要什么,那这个呢,就是你做任何的人生选择的一个基础。 现在很多人呢,都觉得累啊,焦虑啊,各种忙碌,需要承担责任超级多,然后时间又很少,压力非常的大。 而现在世界呢,又有超级多的这个诱惑,什么娱乐八卦啊,短视频啊,各种线上游戏啊,它都在拼命的想要吸引你的注意力。 一不小心呢,我们就会被吸引过去,然后自己大把的时间就不知道都花到哪里了。 那个人成长计划呢,就是你的盾牌啦。 它可以抵御外界的诱惑,克服注意力分散,克服拖延症,克服穷忙。 比如啊,你是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小船,大风大浪的各种袭来,把你吹到东吹到西。 然后没有计划的你呢,就会被推着往东往西,在海上飘飘浮浮迷失了方向。 那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能看到你人生的北极星呢,那海上还是会有大风大浪吧,还是会把你吹到东吹到西。 但是呢,你能在风浪当中看到你要去的方向,你就能够不断的调整你的航向,最终呢,你就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地。 个人成长计划是你成为自己主人的第一步,也就好像你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北极星。 你可以想一想,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,他们都经历了从想法到最后变成现实的过程。 那这个过程呢,其实就是一个从无到有创造的过程呢。 研究表明,写下来比在脑海中模糊的想象更容易实现。 那这里呢,有三个层次。 第一呢,写下来你自己就知道了。 第二呢,是你写下来以后就可以跟朋友、家人、队友分享。 第三呢,你写下来,宇宙就会知道。 好,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三个层次。 第一个呢,是你写下来以后你自己就清楚了。 这个比较好理解啦,是因为你自己写下来,你自己的计划,你自己就清楚,明确,你想要的是什么, 什么对于你是重要的,这就能够帮助你集中注意力在对于你来讲重要的事情上。 比如啊,我就有13年都没有再看新闻了,我觉得这些和我想要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, 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,我就都把它屏蔽掉。 这样就省下来很多的时间来专注于自己想要做的事。 第二个层次,你写下自己的个人成长计划,就可以跟家人朋友、队友分享。 那他们就可以支持你啊,比如说就可以常常问一下你,诶,这个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。 那如果你谁都不告诉,只是自己默默在做的话,那很有可能你就中途放弃了,也没有人知道,你也没有什么负罪感。 当然啦,有些计划也不是谁都可以告诉的,因为很多时候呢,别人不一定会能够理解, 然后不但没有支持你,反而会给你泼冷水啊。 那一个人其实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呢,真的是挺难的。 所以说呢,找到支持自己的队友很重要,如果你的身边真的找不到,那我也很乐意可以成为你的队友哦。 那第三个层次,你把个人成长计划写下来,除了你知,我知,那还有天知,地知。 宇宙知道了你想要什么呢,他也会来帮助你的。 那这里呢,就牵扯到一些吸引力法则啊,还有怎么样让梦想实现的这些理论和一些实践方法。 那我就不多讲啊,多讲就跑题了,这视频就会太长,你也应该没有耐心会看下去。 所以说,如果你想看这个主题呢,也可以留言给我。 总之呢,把你的个人成长计划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写下来,是非常有力量的,它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,让你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别人的贵人。 那看到这里呢,你也许在想,好啦好啦,我知道啦,这事情很重要,我也想做啊,那要怎么做呢? 不着急,下支视频我就告诉你,用三种方法来制定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成长计划。 无论你在哪里,祝你度过简单愉快的一天,我们下支视频再见,拜拜。 好啦好啦,啊,我想做轻松搞笑,哎,行不行啊,这支有,这支有没有轻松搞笑呢,这支有没有轻松愉快的氛围。